来看看最新现场好久不见的李慧芬 今天上午出现在赵峰金控总部前 表示要踢爆郑申池帮忙洗钱的证据 那么李慧芬她是说 在陈水扁担任市议员的时候 就透过郑申池在澳洲洗钱 甚至呢 还透过这个赵峰集团的人头 在澳洲投资购物中心 到底目前详情如何 连线记者郭昭祺 李慧芬今天是再度出面爆料指控 要提供 前赵峰金董事长郑申池涉嫌替贬家 在澳洲洗钱以及盈利巨款的证据 来听听李慧芬的说法 赵峰金的一个集团的老板 是不是我们台湾的非常有钱的人 也没有也不见经算 就突然直接一个一个shopping mode买 而且买得很快 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在从就是从成人贬当 四议员立法委员市长吧 就是他在一起来当官以后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而且他这种洗钱法是非常非常的 有经过精心策划的 是震震荡荡的 洗得很白的 这个钱呢 那就是即便点加把所有的钱 通通从海外调回去 怀疑我们协商认罪 可是这一块的钱是足以让他们 在搞个什么台湾独立建国 因为在澳洲 看到呢 李慧芬今天是刻意选在台北市新生南路 还有中绍东路口的赵峰金总部来举办记者会 可以说是踢管意味相当浓厚 而李慧芬是宣称呢 这三尺呢 涉嫌以人头来为贬家成立17家购物中心 来替贬家在澳洲引力巨款以及洗钱 而究竟这样的情资呢 会不会让整个案情出现变化 整个案情呢 我们将全程掌握 先把今天就到冯丽主播